大家好我是一二和 最近发现我汽车的空调味道特别重 应该是空调的管路涨了 然后就买了一瓶清洗剂清理一下 这个东西十几块钱的成本自己在家就可以完成 操作起来挺简单的 反正我的原则就是能自己动手了就自己把它完成了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手套箱取出空调滤信 手套箱打开很容易两边压一下就彻底开了 空调滤信在这个位置 很简单就拿出来了 然后找到你的空调进风口是这个位置 把这个清洗剂插进去这个管 插的越长越好 开始向里边注入矿木 在喷这个清洗泡沫的时候 你看一下说明是倒着喷还是正着喷 这个很主要 要不然你一会儿顶多喷只半罐就没了 这个是正着喷的 现在我们把车发动着 然后打开空调的外循环 风力调到最大 现在大家可以明显看到那个清洗泡沫 从进气口已经进来了 在风机的上边 这个镜头拍的真不容易 给我点个赞吧 在清洗的时候要不断调整这个出风口的位置 正面啊 脚下正面 脚下还有脚下和玻璃 纯玻璃这个要一直做调整 保证每个空调的通风管道都被清洗到 然后呢这个风量要调到最高 我调到现在底呢一会儿马上调高 因为我录视频那个噪音太大了 整个清洗过程大概20分钟 当空调的所有清洗泡沫 都从下边这个排水管里边 就是这个位置 已经积力滩水都排出来了 清洗过程就算完成了 最后一步剩余的泡沫罐丢进垃圾箱 整个清洗过程完成 前边的视频呢就是清洗汽车空调管路的全部过程 那清洗这个有没有风险呢 答案是有 不光我洗任何一个人洗空调的风机管路啊 都会有风险 这个风险是什么呢 是烧毁空调的风机电阻 烧毁之后是一个什么表现呢 就是空调出风的时候 低档位没有风 一档二档三档都没有风 然后只有最高档才有风 这一个风机电阻呢 一般二三十万的家用车 它的价格在六七十块钱 我们自己买一个换上就行了 就在手套箱上的下边 大概火柴盒这么大 我原来那个拔下来把这个给按上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除非你不洗空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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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